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它整個外觀 當然時機有在現場 我們今天下半段的時間 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可以讓大家來接觸一下時機 它這些特點會讓我們覺得說 今天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拿在手上 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機器看起來沒有那麼小 但是拿起來卻是相當的 並不重 還滿輕的 然後它比重 它的卡槽接近中間 接近中央 它的顯示面板也是接近於中央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它的配重 就像今天我們在 有在玩車等開跑車 我們發現說 汽車的演變越來越把重心 接近於中置 從後置引擎 前置引擎 到後來中置引擎 我們的設計理念 跟這方面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為了要讓配重更為平衡 我們會把一些重要的結構 往中間的方式作為靠攏 OK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160它的高感度的FHD的一些特點 首先它感光元件一共有三片 一樣220萬畫素 220萬畫素 所以它今天可以讓你拍到完整的 FHD的一個畫面 當然相對於它的前置部分 感光元件的資源 它後面 它一樣是 以AVCHD的Codec 它一樣是可以把它錄成19201080 所以由於這兩塊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FHD的內容 只不過流量來講 跟廣播等級是有點差異 其他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得到FHD的內容 在這邊為大家 請大家看到 注意到電章電視這個部分 我會大家介紹一下 220萬畫素 跟100萬畫素之間的差別 導播請看100萬畫素的攝影機 要注意到現在電章電視這一邊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以100萬畫素的攝影機 所拍攝到的一個場景 場景畫面 可以讓它動一下 我們看到細節的部分 以及整體的銳利度的部分 OK 我們接著 有沒有看220萬畫素 這是220萬畫素 我們對應剛才的畫面 我會發現說 細節部分 銳利許多 遠處的部分 也不會蒙掉 這就是100萬畫素 100萬畫素 跟220萬畫素 這是沒有辦法 逃避的一個差異 我們再切回100萬畫素 我們會發現 整體的細節看起來 是比較蒙一點的 不會那麼的明顯 我們再切了200萬畫素 所以我們透過這一段影片的一個比較 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到 整體的感光元件的畫素 對你今天拍攝下來的一個內容的重要性 OK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接下來是160 它22倍廣角鏡頭的一個特點的一個比較 我們今天 這是我們的1160的一個產品 從28到616 我們先跟自己以往賣的相當熱銷的150做一個比較 150同樣是28倍 28mm的一個廣角 大概只有13倍 所以它最遠呢 就到360mm 這種情況就變成說 我們今天要拍攝一個大型的一個 在禮堂裡面的一個畢業典禮好了 或者是一個政治人物的一個致詞 或者是一個婚宴場合的一個新郎 新郎官的一個致詞 在發表感應的情況下 以13倍的 20倍的 甚至於10倍的 通常都只會拍到整個人 如果你要拍他臉部細微的表情 對不起你潤不進去了 你必須跑到很前面 把腳架撐得很高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 我們要特別重視鏡頭它的一個倍數 好 接下來為大家看一段 我們實際用我們160拍攝的一個畫面 場景是101大樓 我們發現它20倍可以論到最裡面 整個deal的d 整體都進來了 對應到今天的一個大型宴會拍攝場景 我們可以論到主持人的上半身 甚至於臉部的一個特寫 都不成問題 相信這個特性 22倍的長鏡頭的特性 針對我們實況拍攝的業者朋友們來講 這將是一個相當不錯 相當誘人的一個功能 接下來介紹它28mm的一個所謂廣角 我們都知道 一般來講如果以廣角是35mm算標準的話 35mm以下 像25 25的話 它可能就會造成輪廓的一個球形化 會彎曲 雖然它是很廣 但它彎曲 如果太寬到30幾 20幾 我會覺得說 不過不是很寬 感覺拍攝的物體 它比較直線化 比較生硬 所以28mm是剛剛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差異 以一個7米寬的一個物件來講 我們攝影機可以放到這裡 但是如果你是 例7 例7 或1X1 對不起 你必須要放到這裡來 我們必須要更退後 才能拍到一個廣角的畫面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廣角 我們會需要廣角的一個功能 廣角的一個特性 今天我們實況拍攝的場景中 場景中 今天如果我們要拍一個合照 比如新郎觀全家福的合照 我們就不用退到牆壁後面去 我們就可以很充容的在現場 鏡頭對著大家 就有廣角的鏡頭 全部入鏡 接下來我為大家秀一段 一般29.5mm 攝影機的廣角 廣角範圍 以及我們AC160 它的28mm的廣角 大家請看到這個畫面 現在這個畫面 看到的是 請先切一下NX5 這個是29.5 接近30mm的一個廣角 我們看一樣是以花斧為基準 然後它這邊呢 是到牆 牆這個地方 OK 好 那我們現在看28mm 呈現出來的效果 牆後面這又多了一段 一樣是花斧 當然有一點點差異 但這個地方差異 更大更明顯 OK 大家所看到的是 我們新產品160 它廣角的一個效果 好 方才有跟大家稍微提到過 我們新的鏡頭設計 它跟我們ENG的那個鏡頭 幾乎越來越接近了 一樣是三環 前面這部分 這是Focus Rune的部分 Iris的部分 光圈也可以由前面的部分 我們單手做一個操控 OK 再來是剛剛大家介紹過的 它有所謂的接力錄影 跟備份錄影的一個功能 接力錄影 第一片卡錄完之後呢 它將無縫的跳到第二片卡 持續的做一個錄製的動作 長時間錄影呢 我們可以錄到12 以兩片64G來講 我們可以錄到12個小時 最高畫質喔 最高畫質錄到12個小時喔 這相當便捷的 那當然啦 我們今天在意的是 我們錄製的結果 是不是可以令人安心的 我們有備份錄影 備份錄影 同時兩片卡放進去 我們選擇到備份錄影 我們可以同時得到兩個相同的內容 做測錄 OK 我們就不用再 額外再買一個Recorder 然後接SDI 然後做一個測錄的動作 因為這個功能 我們內建在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安心 那當然啦 備份錄影的情況下 其他機種有沒有 我必須說 其實 這個不是新功能 其他機種也有 但他可能呢 你必須要另外 額外再花 大概六七百塊美金 那去購置專用的 專用的一個硬碟 那當然這個成本來講 我們只需要再多買一張SD卡 這價格是相差十倍左右 這是相當大的一個差距